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公 为何选上西凉莫之胆当妄为的丫头 奴才看她似乎对当年之事 和督公所寻之物一无所知 现在不知 以后未必不知 她那张脸可有用得很 更何况她还有点小聪明 拿来玩玩也有意思 陈聂畜 这小东西倒是挺像她的 你把这小东西送到她那里去吧 是 还有 把贵妃娘娘常用的那款风乳汤 去了父子那位 给那丫头送去 太小了 摸着手感不好 等等 大小姐 今日是您的郡主册封贺宴 听说连本家的人都来了呢 是啊 这么些年 我这个不得宠的女儿 可是从来没有机会见本家的人 靖国公是西凉世家的二房 没有家主继承权 虽凭借一身本领闯出一片天地 但本家的人因她非嫡出的身份 始终轻视着她 对了 今日让何嬷嬷留在院子里吧 平静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最适合不过了 大小姐 就让奴婢为您守住院子吧 大小姐前面的事更多 何嬷嬷见多识广 必定有助于大小姐 这院子有奴婢在 不会有事的 哼 白嬷嬷伺候原主多年 王日只管着院子里的粗扫活儿 从来不多事 今日倒是少见得积极 既然嬷嬷愿意帮着墨儿守院子 就仔细这些吧 这位郡主真是好大的排长 不过是一个无人教养的野丫头 也不知道陛下在想什么 竟然赐了她郡主之位 不是正好吗 咱们家又到了要选人纳工给赫赫人的时候了 郡主身份高贵 当赫赫王妃再合适不过 奶奶已经下令 让叔叔找时间带她回本家一趟 只要她当了赫赫王妃 哼 也是 那我们就等着看 她如何做我那龌龊肮脏的赫赫王妃之位吧 是吗 她们竟想让我当赫赫王妃 赫赫原本就是林国最荒满苦寒的一地 这和亲说得好听 送过去就是死路一条 小姐 我们还是早做打算应付此事 此事我自有分寸 你做得很好 和睦睦不愧是个妙人 眼光独到 自处置了府里的人后 她便提拔了几个新丫鬟进院子 这几个丫鬟处事各有千秋 假以时日必能成大器 穆立正在举行郡主的册封喜宴 郡主这主角倒好 躲到这里来偷懒了 木儿喝了些酒 不过是在这里散散酒气罢了 郡主刚刚是在笑什么去世呢 不知可愿与小王分享 我 笑一些人不自量力 一些人拥人自扰 实丈红尘 人人看不破痴心妄想 想不到郡主对府里也有残悟 小王可有这荣幸 与郡主孤妄言之 小王爷说笑了 不好了 小王爷 小王爷 死在郡主的院子里了 什么 木儿 事关重大 我陪你过去 不必 小王爷 此乃西梁家内侍 又是冲着木儿来的 小王爷与四妹妹有婚约 不宜插手 木儿 为何你明明对我有意 却还要这般拒绝我 小王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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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都是上神的 不宜插手 我团队 那你平日 都是上神的 它是一号 每天摆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